今天我要做一个全网能买到的一些比较常见的金属的子母扣的测评 因为夏天马上要过去了嘛 所以很多人在开始做一些秋冬的刷啊 所以就会用到这些子母扣 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之前买过的 基本上都是来自童馨杰和月夜飞式的 然后另外还有两家布料店也有子母扣 但是因为他们之前设山 所以我这次就没有放在这个测评里面 因为他们数量比较多 所以首先我会把它们拿出来平铺在这里 然后再一一做介绍 那我现在就已经把所有的扣子都铺在这里了 然后可以看到 然后这一片是童馨杰的 然后这一片是月夜飞式的 然后我是按它的大小来分的 这一片呢基本上就是批分扣是比较大的 然后中间这些是就是普通的山洞用的扣子 然后像这些小的 这些小的就是顶级的扣子 首先是从童馨杰开始 童馨杰呢是一家做子母扣的老店 我感觉从我入坑开始 它就一直在做子母扣 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那么多种了 所以我先介绍它家的一些扣子 因为它每种扣子的颜色比较多 所以我就挑了中风感觉这种 基本上把它的颜色都买全了 从上到下一次是厚镀金 镀金 薄镀金 镀银 玫瑰金和珍珠金 然后这里有个扣子我还买了它的玫瑰粉 这是一个比较奇葩的颜色 这两个呢是童馨杰家最大的批分扣 然后它特别好看 然后可以自己选颜色 然后做香宝 它们适合一些比较厚重的批风 然后后面这两个也是批分扣 但是稍微小一些 也是可以自己选颜色做镶嵌的 然后后面这个是凤川牡丹 它实际上的感觉比商品涂的大一些 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就把它当成正常的山凹的扣子来买 而结果发现买大了 右边这些中等大小的扣子呢 就是适用于一些山和凹子 其中包括有一些也是商家最常用的 像在这个里面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中风杆菊 然后牡丹 莲蓬用的不算太多吧 双鱼桃的话我本来还不是太吵 但是清明的梅子用的就是这个扣子 我觉得这个型还挺好看的 所以以后也会考虑买更多这个扣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这个云头扣呢 我更多时候是当做领扣来用 因为它比别的领扣更加好扣一些 但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大 所以就看你们各自的喜好啦 左下角这个十字扣呢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 因为它实际尺寸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它更适合做圆领衫的领扣 扣子上面的香宝呢 可以选择天然石 也可以选择人工递胶 当然人工递胶的价格会便宜一些 质感也稍微差一些 视频里面这三个分别是粉金 红马脑和染色绿松石 这一款呢 就是同性结加为数多的领扣 也是最常见的领扣 没有之一 基本上我见过的丽领衫 80%都是用的这个领扣 而下面这个小金钉呢 就很少有人用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试一试 接下来呢是月夜飞饰 飞饰家的扣子 除了前两个香宝披风扣 和云头扣之外 别的都是比较小的领扣 它的披风扣尺寸 和同性结的相比会稍微小一些 所以也适合做一些 凹子一身的扣子 而这款云头扣呢 是比较常见的 像风希啊 青苔这些商家都用过 这款云头扣 就比如说这件就是 风希早年的紫丁香 用的就是这款银色的云头扣 这款纺掐丝花蝶呢 是同样可以选择天然石 或者人工低胶 视频里面之美呢 就是天然石镶嵌 还是比较有质感的 剩下的这三款领扣呢 我觉得也都不错 除了其中有一款会比较难扣 如果你还在用前面的叠杆 去爆款领扣的话 可以试一下飞饰的这几款领扣 一般来说中等大小和以上的扣子 都是比较好扣的 那么比较难扣的呢 可能就是领扣 那我们就对这几款领扣 做一个简单的测评吧 同心结的风感觉 还是比较好扣的 然后这款是飞饰的额语花 就可以看出来 它特别难扣 特别难扣 因为它厚度比较厚 所以它就不太好扭进去 它就特别难扣 所以不建议买这款 还是飞饰的蝶语葵 那么这款就好扣了很多 因为它的厚薄还是算比较薄的 飞饰的云朵钩 也是比较正常的厚度 也算是比较好扣的 同心结的这款小云桶呢 可以算是所有领扣里面 最好扣的一款了 那么关于子母扣和面料的配色 一般情况下呢 我是冷色系的 用银色的子母扣 浅色的暖色系呢 是用玫瑰金的子母扣 然后深色的暖色系 是用金色的子母扣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次子母扣测评的内容 希望能对你们有那么一点点用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